西璦 雄雄和教育 我想可能大家都知道 從 3 月開始 香港因為反對逃犯條例 就引起示威行動 提出了五項訴求 參加的大多數都是年輕的學生 這些學生因著前途的考量 在他們的人生中 做出了優先次序的選擇 那麼如果我們想要成為基督的精兵 需要做出什麼優先次序的選擇呢 因為有些變動 我早已準備好的八月的主題 社區服飾 我就延後到今天才講 如何服飾跟一個人的價值觀 很有關係 我們也需要做出優先次序的選擇 今天正道的主題是 愛與熱的人生 其中有幾點我會應用到社區服飾 我們要讀的經文是羅馬書十二章九到十三節 我們一起來讀這幾點經文 愛人獨得欺賞 獨得要憋悟 神要欣敬 愛人獨得欺賦 神要欣敬 愛人獨得欺賦 愛人獨得欺賦 禱告要憲竊 聖徒學華要幫助 可要以為的團代 有些版本就是可要以為的團代 這也是一個地方 我想可以看你用什麼版本 使徒保羅在十二章 從教義轉到實踐 從福音轉到基督徒每日的行為 他所關注的問題是 因著信耶穌死而復活的 成立的新社群就是教會 到底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呢 信徒的生活原則和生活形態 跟那些不信的人有什麼不同呢 我要分三段來講 第一 愛的原則 第二 誠愛弟兄 第三 熱愛人獨 第一段 愛的原則我要分成兩點 就是第九節我就講 真誠無為跟守善禮惡 講真誠無為 第九節上半節說 愛人不可虛假 就是說我們要有無為的愛心 有真摯的關懷 如果我們從十二章開始一路讀下來 就會發現在一到二節 保羅以神的慈悲勸我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國際來侍奉神 他勸勉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來查驗何為神的善良 存權和喜悅的旨意 從三到八節 他要我們看自己何無中道 何以恩賜來服事 第九節開始 他要把那更更高的道路指示我們 就是愛是真誠 不假冒為善的愛 愛和假冒為善是互相排斥的 如果說愛心是德行的總剛 那麼假冒為善就是罪惡的縮影 有名的心理學家Meslow 他說 一個幸福快樂的人生 離不開安全感愛和尊重 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以其他需要分不開的就是愛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世界最缺乏的就是完全真誠的愛 所以保羅特別吩咐我們要除去一切的虛為 愛必須是出於完全真誠的心 教文認為多數的人都沒有愛心 但都喜歡假裝自己很有愛心 而且還覺得裝得很巧妙 裝得自己很有愛心 讓人不容易察覺 他們不但欺騙了自己也欺騙了別人 以為自己真的是在愛著別人 其實第九節的可以上街到第二節的 不可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這句話根據解經家Philips 的解釋 的翻譯是 不要 這個是Philips 要加一個S 這個是他的姓 是Philips 不要讓周圍的環境 把你擠進他的模子裡 他是他對這句句話的解釋 我要讓神在你裡面重新塑造你的心思意念 因為基徒一不小心 就很容易被磨成世界的樣子 來迎合一般人 現在周圍的環境是冷漠 虛偽 功利 所以 我們更不能讓周圍的環境 把我們擠進他的模子裡 而是要讓神來重新塑造我們的心思意念 這樣 我們才可能有完全真誠的愛 下面我要跟大家講一個真愛的故事 Helen Keller 大家都知道 Helen Keller 她的一生十分不幸 但是也十分傳奇 小時候因為一場病 她就又忙又容忽 我想多數人會想 像這樣的人連自己都照顧不來 活著會有什麼用呢 她的父母很愛她 被她請來了一位家庭教師兼保母 就是Ann Sullivan 那時候 Helen是七歲 因為她聽不到 不會講話 再加上看不見 父母實在不容易玩笑 雖然生長在基督徒的家庭裡 但是她無法無天 不知道如何和人溝通相處 Ann Sullivan 她絞盡腦汁 用她微弱的勢力 讀書 找資料 來教Helen 她的兩隻眼睛經過九次開刀 勉強可以讀書 而當Helen不受教的時候 她就痛心承受 想起以前她住在盲人收容所的時候 經歷或者聽過那些有關盲人悲慘的下場 她不希望Helen的人生灰暗其殘 因此她求神給她力量 用無限的愛心恒久的忍耐 不眠不休地抓著Helen的手 教她學習手語 終於建立起兩人之間的感情和信任 從此 用馬又龍又雅的Helen 踏出了人生灰暗 後來她用電子房 學會很多國的語魂 成為出身的盲人教人家 真愛是以被愛者為中心 是讓對方得到利益 幫助對方的生命更美好 真愛也是有行動負責任 Ann Sullivan對Helen Keller 付出了真知的愛 付起了教師間盲門的責任 影響了海倫愷樂的一生 愛人不可虛假 是基督徒需要遵守的原則 主耶穌對我們的愛 是無私犧牲捨己的愛 真正的愛 是基督徒經歷了主的愛 然後在生活中 將這種從神而來的愛反映出來 基督徒的愛 應該是出於生命的如路 下面一點 我講第二點 受善與惡 第九節下半 惡要應悟 善要親近 親近 NASB NIV Clean 就是持守的意思 對美善的事要謹守 對邪惡的事要厭惡 善可以只幫助別人的異行 惡是尊害別人 純心行不公益的事 這兩句話表明了 愛不是盲目的 愛是有辨識的能力 也可以說 愛是要有道德的勇氣 有堅韌的特性 對惡絕不妥協 我們生活的地方 是一個善惡並存的世界 如果基督徒不能持守道德的勇氣 不能守善與惡 那麼光明就沒有希望驅走黑暗 所以惡要厭惡 善要親近 是基督徒需要持守的愛的恩責 我講第二段 稱愛弟兄 分成兩小段 彼此親熱 恭敬推大 愛弟兄 要彼此親熱 這是接續第九節的 愛能不可虛假 真愛不單是真誠親切 而且是溫暖感人 會發出熱力的 弟兄之間彼此相愛 就成全了基督所賜的命令 更顯出我們同事神家中的成員 愛弟兄和親熱兩個字 原來的意思都是指人類家庭 血溶與水的關係 保羅用它來形容神的家裡合一 親切溫暖的感情 下面我要講一個兄弟親兄弟彼此相愛的故事 可能有人已經聽過了 就請你們不好意思再跟一遍 有一對弟兄 他們住在一個四樓院裡有一天晚上 弟弟半夜醒來 想到最近米已經收成 哥哥有妻子兒女負擔沉重 實在需要多一點的米來 他一個人生活簡單 於是馬上從床上爬了起來 背了一袋米 想偷偷放進哥哥家的米湯裡 走啊走的在走道上 居然碰到了迎面而來的哥哥 也背了一袋米 往他住的方向走了過來 原來哥哥想到弟弟還沒有成家 應該多給他一點米頭拿去賣 多取一點錢 早一點取其生子 兄弟倆知道了對方的來意 就抱在一起痛哭了一陣 他們留的是歡喜的眼淚 是安慰的眼淚 保羅對主妹弟兄姐妹感情的期待 是要像親兄弟一樣的親熱 就像有著與生俱來 血龍與水的感情 可能嗎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很微妙 剛開始的時候 像各自散落的木炭 不容易起火 即便點燃了 如果還需要在一旁 細心的照管子 隨時加上燃料 有時候稍不留神 火勢就減弱了 如果再不理會 火就全部熄滅了 如果剛一起火 就讓他自生自滅 那根本就燃燒不起來 我們都是從神生的 都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我們的內心都有從神而來 相信 只要我們肯花時間 花心思 來培養自己之間的情感 應該可以做到弟兄相愛 彼此親切 在教會生活裡 你打算消極的孤立 還是積極的投入 我在一本書上 讀到這樣的一個比喻 每個會友都有兩種選擇 你可以選擇做一袋玻璃球 柯柯是獨一的單元 除非碰撞在一起 否則彼此不受影響 你也可以選擇做一袋葡桃 擠在一起的時候 葡桃的枝葉會滲出來 融成一片 即便你想抽身 也無法保持原來的面貌 每一個都是一團的一部分 你想做一袋玻璃球 還是做一袋葡桃呢 葡桃的 很沒有反應 不管你的選擇是什麼 有一件事 我想大家都會同意 那就是每一個人都有被愛 以及付出愛的食料 因此如果主內弟兄姐妹的情誼 能夠像那一對彼此相愛的親兄弟 那麼那個教會就會像一塊大磁鐵 能夠把會友緊緊的吸引住 因為弟兄相愛彼此親熱 所散發出來的愛與熱的力量 足以融化冰冷的心 會給人帶來無限的溫暖 帶來無窮的希望 下面講第二件 恭敬推仗 恭敬人 要彼此推仗 弟兄之間親熱 並不表示就可以隨便 不但要客氣 而且要恭敬和尊重 基督徒對別人禮藏 要存誠敬的心 其實彼此謙讓敬重別人 才容易讓弟兄和睦同居 不肯推仗 驕傲自大 最容易傷害弟兄的和睦 這裡的恭敬推仗 有菲律比書2章3節的意思 就是個人看別人比自己強的意思 也就是說 我們要發覺別人的長處和恩賜 還有認識自己的弱點和限制 當弟兄姊妹與此相愛恭敬推仗 親熱的和睦同居 就不是像那些在寒冷的夜晚 擠在一起的刺蝟 會被彼此尖銳的毛所刺傷 這樣 教會就是一個可以讓人取軟 讓人有歸屬感的地方 最後一段 講熱愛人生11到13節 這裡講到熱心釋放 有三段 一個 熱心釋放 第二個 面對命境 第三個 分享切斷 前面兩個 是對自己 後面是對別人 我們講熱心釋放 因情不可懶惰 要心靈火熱 常常服侍主 這一節經文有三個句子 前面兩句是用來形容 常常服侍主 所以我要先從最後一句講起 服侍是什麼意思呢 西元前五世紀 希臘的歷史學家 西羅多德 佩羅多特斯 他說 服侍者 就是在桌旁服侍主人 飲食的人 是卑下的工作 舊約立位器 耶和華 命令以色列人 叫愛尼社 讓窮人和客人 能夠得到溫飽 是他們的責任 所以他們不認為服侍飲食 是卑下的事 但是後來又失去這種服侍的美德 我們教會有愛尼社的時光 我們服侍主的地方 不僅是在教會 也是在家庭 在職場 在社區 在我們的朋友當中 葛立新姐妹從一年多前 就在朋友當中成立了一個家庭俱樂部 今年正名為愛尼社 主要是聚集相同背景 在生活中有共同需要的朋友們 一起討論一些生活中的事情 為了有機會 對他們傳福音 借用教會的場地 為家長和孩子們提供一些需要的資訊 譬如一些知識性的或趣味性的 記得有親子方面 也有科學方面 對家長和他們的孩子 應該都有不少的啟發 每次聚會 當然都會有祷告的時刻 舉辦這些活動 是希望讓那些 還不認識主的 可以慢慢從我們信徒的身上 看到主耶穌的愛 看到基督徒善行背後的力量 是神的愛和大能 改變了我們的生命 然後在我們身上流露出基督的生命 這應該是一項福音事項 是一種汽水藏流的服飾 是不具代價 只管付出的 據說在他們當中 已經有三位覺醒了 還有不少人心中有感動的 也有一些孩子們走進了阿灣 愛妮社 她也做特殊兒童的服飾 FCSN 那裡的兒童有些是大人 因為心智還是小孩 除了高中生可以在那裡做義工以外 因為人手不是很夠 所以到目前為止 不是很有成效 這一塊也是社區服飾可以做的 但需要參與的人付出一些時間 在今年的六月 愛妮社有五個家庭 參加 Clubcast 的機構 去到墨西哥幫當地的窮人蓋房子 參與的大人和孩子都貢獻很多 也學到很多 去的人都覺得收穫很豐富 尤其是自己心靈的房子得到了前兆 雅客書一章二十七節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 那清潔沒有玷污的前程 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這樣就落實了愛神愛人的命令 除了愛妮社的事工 教會也舉辦了三次的兒童蜀奇營 還有多吸引了鄰近社區的孩童 家長看到了神在其中的作為 還有辦了好幾年的中文學校 學生和家長都是我們可以關懷的對象 真愛是要付出行動的 主耶穌告訴門徒 你們是世上的眼 你們是世上的光 就是希望門徒可以在社區裡發揮光和眼的作用 外面的人看出我們與世界不同的光亮 看到基督徒不同的品格和愛 慢慢地他們也會走了進來 但是信徒需要有管道去接觸他們 認識他們 愛妮社事工還有阿瓦娜 今年有一百多位學生 還有蜀奇營中文學校 都是很好的管道 當然首先我們要有服飾的心智 主耶穌傳道的時候 他也醫治病人連續貧弱的人 他說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飾 乃是要服飾人 並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屬家 主耶穌一生以服飾捨體的榜樣 教導本主謙卑服飾 主耶穌是我們生命的主 服飾主自然是義不容辭的事 常常服飾主 就是無論得食不得食 都要服飾 提起 Mother Teresa 恐怕很少人不知道她 她一生照顧在加爾各達街頭的 貧病老人麻風病人 有一份雜誌的記者訪問她 為什麼你能愛加爾各達垂死的麻風病人呢 她簡單而誠懇地說 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耶穌的影子 所以她對待那些貧病老人 就有愛 有溫情 有尊重 不是施捨 甚或厭凡 可以讓她奉獻一生的歲月來服侍 我們能做什麼事來服侍主呢 我們有沒有在什麼人身上 或什麼事上看到耶穌的影子呢 下面我回過頭來講前面兩個句子 殷勤不可懶惰 也可翻譯做 在殷勤的事上不可懶惰 一個人為什麼會懶惰呢 可能有幾個不同的原因 第一 沒興趣 不關心 譬如對教會的事工興趣缺缺 當然就表現得異性難刪 第二是疲倦 上了八小時的班 實在沒有經歷在做聖工 有時真的是疲倦 有時候是不夠為深 加上工作的疲勞就算了 還有一個原因 可能是看見工作太多 不知道自己能夠做什麼 所以就不做了 可是使徒保羅在這裡告訴我們 要賓錢 要努力 不可懈怠 也就是說 不管是什麼原因 都不可以使我們偷懶不服事 這裡指出愛的無窮能力 它永不疲乏 有不倦的熱情 使徒勸勉我們 在基督徒的整個生活和事項上 不要懶散拖延 要有一顆積極熱氣的心 第二句 要心裡活熱 Fervent in spirit 這裡的心原文是靈 spirit 可以說 在靈裡活熱 或是在聖靈中活熱 那麼到底是聖靈還是人的靈呢 其實信主的靈是受聖靈所管制的 所以兩種的解釋 在效果上並沒有多大的分別 保羅在這裡似乎是說 強調在聖靈裡的活熱才可以持久 才可以勝過天性 或是因為環境而來的懶惰 有一句經文 就是鐵大羅里加前十五章十九節 不可消滅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這句話 正好合在聖靈中火熱 苗香呼應 火熱 如果用一個現象來比喻 可能比較貼近 沸騰起泡的鍋子 熱得發燙 而且熱力四散 火熱不只是熱心 最重要的是要有 心中常為天國的需要有迫切感 對人的需要有認同感 像這樣的熱與愛才會持久 心裡火熱 要有從聖靈來的火熱 要有從聖靈來的火熱 是屬天的 熱的溫度持久不變 不只是一時的感情澎湃而已 Mother Teresa 和她的同工 每天清晨 都要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先禱告兩三個小時 然後才開始一天的工作 因著和主的親近 聖靈所交換的愛和熱力 他們可以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的奉獻自己 殷勤不施 下面我想第二點 自愛人生的愛 面對命競 十二節 在指望中要喜樂 在患難中要忍耐 禱告要同期 基督徒因著愛 看見那將來要得的積業而喜樂 喜樂是因為一個人的心靈 單單以神為樂 而以神的旨意完全契合 所以能在任何境遇中 都歡歡喜喜 教文他認為 一旦我們注意天上永恆的事情 我們就可以在地上 享受真正的喜樂 如果我們的喜樂 是在於來世的盼望 那麼我們就能在患難中堅忍 因為沒有一個憂傷 他能夠壓制那種真正的喜樂 因此在指望中的喜樂 以及在患難中的忍耐 這種件事是不能分開的 唯有那些在注目天上永恆的人 他才會在患難中 因著永生的盼望 而輕探今生的苦楚 在堅忍中能夠安詳地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但是這兩件事 都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承擔的 所以使徒要我們恆切地祷告 就是最剛強的信徒 也需要恆久恆切地祷告 才能夠不斷地從神那裡知取力量 也唯有這樣 才能夠超越當時的困苦環境 而仰望天上的神 神沒有應許天色常染 花香常染 基督徒在世上會遭遇苦難 這裡的患難 是指基督徒為了信仰而遭受的迫害 當時第一世紀的基督徒 受到很多的逼迫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在美國這個宗教自由的國度裡 沒有宗教迫害 所以我們也可以將患難 應用到我們生活中 所遭遇到的一些苦難 譬如生重病 失業 孩子有病 家庭問題等等 應用的原則是一樣的 生活中的挫折 憂傷 失敗 能使我們的祷告生活更盡深 沒有一件事 比苦難更能催疾我們 向神屈膝恨求 比利盧羅喊彭牧說 當我們在患難中求告神 祂規定能賜向一切所求的 但祂必定會照祂的方法 答應我們的祷告 注意 是照祂的方法 不是照我們的心願 祂會賜給我們忍耐 勇氣和力量 使我們能忍受苦難 甚過苦難 並且在我們所經歷的道路上 得著祂同在的群聚 得著祂同在的群聚 最深刻的禱告 這是比利盧羅喊彭牧講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祂不知神去年 祂有好愛 祇必請是相交 享受祂的同在 忍耗祂的福利 感謝祂的憐憫 將自己的生命照顧並緩 面對祕境的時候 基督徒如果能夠做到 在指望中喜樂 在患難中忍耐 恨切的禱告 就可以活出愛與熱的人生 那些曾經因信仰遭受逼迫 而被長期監禁的屬靈前輩 像王明道先生等 他們真實的信仰 讓他們持守永生的盼望 所以能在患難中堅忍 並且與神為樂 他們真的做到了與神相交 享受祂的同在 等候祂的主義 感謝祂的憐憫在生活中 將自己的生命交托給祂 最後一點 我講的分享接待 聖福缺乏要幫扶 課要意味的混淡 一個充滿愛心和熱心的基督徒 在行為上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呢 有一句話可以形容 就是慷慨熱誠 幫扶的動詞是分享 可以指分擔他人的需要和苦難 也可以指和別人分享我們的所有 聖福缺乏要幫扶 就是和更有需要的聖福分享財務 有點初期教會 煩惡功用的味道 究竟有缺乏的聖福 是精途首要的責任 從舊約到新約都強調 要看顧在患難中的人 有需要的人 有需要的人 在你們中間的外人 無依無靠的人 這也是愛靈社的原聲 保羅 勸勉我們 要對有需要的人 表示關愛和親切 隨時以實際的行動 給予援助 使徒約翰也說過 凡有市場財務 看見弟兄窮乏 卻塞住連續的心 愛神的心 只能存在他裡面 在平日生活上 如果有弟兄姐妹生活陷入困境 我們一起伸出援手 那麼就落實了弟兄彼此相愛 我們也會感到生命真實 課要一味的團蛋 原文是 要追求愛陌生人 一味 這是專心總事的意思 不是說只煮一道菜 是指對客人總是專心 英勤的團團 追求靠課的侍奉 是新約教會的特色 至少有三節經文提到 西伯萊書43章2節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 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覺就接待了天使 這是講創世紀18章的事 亞伯拉罕他本身就是個客旅 但是他樂意接待那三個人 後來被證實那三個人是主和天使 是講這件事情 還有彼得前書4章9節 你們要互相款待 互發怨言 還有在提摩奈前書3章2節 他指出 當長老其中一個資格就是 樂意接待客人遠人 這是有他的時代背景 因為當時的旅店少 相隔又遠 而且有很多都是不安全 不好處的地方 因此基督徒很有必要 去歡迎旅人到家中來住宿 地方教會的領袖需要這麼做 當時保羅是鼓勵信徒追求殷勤待客 不只接待更要尋找他們 免得萬一有人入宿街頭 我們現在的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的旅店 Motel Hotel 到處都是 因此在接待客旅的應用方面 我們可以全宜處理 正經學者巴克來說 基督教的特色有三個 手是打開的 心是打開的 門是打開的 Open hand, open heart and open door 我想客要一味的反代 也可以引示到 我們結成歡迎來到我們當中的新朋友 我們也要盡量邀請 那些有需要的人 來到我們這個大家庭 享受家庭的溫暖 下面我做個總結 愛與熱的人生有三個重點 第一 愛的原則是真誠無為 還有受善禮惡 我們愛人不可虛假 還要持守道德的勇氣 第二 要塵愛弟兄 要彼此心熱 恭敬推讓 那麼教會就是一個可以讓人取軟 讓人有歸屬感的地方 第三 熱愛人生 要熱心事奉 陰勤和懶惰 要心裡火熱 常常服侍主 面對逆境時 在指望中要喜樂 在悲難中要忍耐 禱告要不切 要分享接待 聖福缺乏要光顧 課要淫慰人 弟兄姐妹 我們要做基督的精兵 就要做優先秩序的選擇 使徒保羅勸明我們 要用愛和熱 來服侍我們的主和這一世代的人 讓我們彼此激勵熱愛人生 用我們的愛 有愛有熱的生命 來服侍主 我們一起祷告 我們來檢查您 感謝您檢選了我們 成為您的安慰 求您不斷地塑造我們 讓我們可以在社區裡發揮光和眼的作用 流露出基督的生命 吸引人來認識您 歸向您 將一切送在榮耀 主會作為第三位真神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Amen